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冲击之下 美中两国的经济表现迥异 川普昨天连转了两则相关推文 其中一个是川普股市涨幅 远胜过去的美国总统 另一个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史上首破9000点 而中国经济则是让北京心烦 12月27日中共统计局公布说 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体同比增长5.4% 较之前略有改善 路透社表示 中国经济的盈利修复过程较缓慢 中共商务部昨天表示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正在履行法律的审核翻译校对等必要程序 川普24日也表示 正在翻译第一阶段的协议 他与习近平将签署最终的贸易协议 美中双方的说法是贸易谈判的又一个积极动向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枪声已经稀疏的贸易战要到终点了呢 中国经济会不会因为贸易战终止而有所改观呢 圣诞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美国股市表现极为亮眼 截至到昨天收盘的时候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106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5% 在这个月标普500已经上涨了3.1% 本季度上涨了8.8% 那全年涨幅达到了29.2% 对标普500来说 今年应该算作是标志型的一年 距离这个指数在1997年那个年度最佳表现 现在相差只有不到100点 纳斯达克昨天突破了9000点 爆收是9022点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突破9000点的关口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而且呢 今年的总体涨幅大约是36% 在多年来这个涨幅它也是最多的 其中推涨纳指的这个重要工程有两个 微软和苹果 从去年的8月27号开始到现在 这两只股票分别涨了44.8%和33% 那与美国强劲的股市相比 中国的经济仍然是脉搏虚弱 虽然11月的中国工业企业利润转跌为升 同比增长了5.4% 但路透社引述专家指出 鉴于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内外不确定性油载 工业品价格回升幅度有限 企业还没有进入新一轮的补库存周期 广大银行宏观分析师周茂华表示 考虑到企业补库存的意愿和PPI 同比趋于改善 预计工业企业利润将会有回暖 但是改善的步伐缓慢 这主要是由于海外经济仍在放缓 全球商品价格大幅走高 国内的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 企业补库存照比以往的工业周期是缓慢的 中国董理李克强近日签署了一份 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 要求全力防范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 各地区要第一时间处置 因规模性失业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等等 本身雷弱的中国经济 在贸易战的影响下恶化更加明显 从中共这个稳就业的文件就可以看出 中国企业的生存状况已经十分艰难 工人失业已经成了大问题 如果集中爆发群体性突发事件 很可能就会危及到中共政权 出于这种担心和经济的压力 北京不得不答应美方签署协议 试图化解难题 昨天美国财政部长马努钦对SKBC表示 美中贸易第一阶段的协议 有望在元月初签署 他特别强调 协议是可执行的 有一个强制性的执行机制 这是第一阶段协议的核心因素 中共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也曾经证实 协议当中是存在着争端解决机制 川普24日表示 他和习近平最终将举行签署仪式 签署贸易协议 他指出 第一阶段的协议已经达成了 现在只是在进行翻译 将很快签署 美国贸易协代表莱特希泽 13日曾经表示 两国代表要在1月的第一周签署 那下周三就是元旦了 按照莱特希泽的说法 会不会是在下周签署呢 如果不是 那么最迟也应该是在 1月的11号之前签署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 即便是签署了第一阶段协议 也只是贸易战暂停而已 对双方的科技战 金融战等等 不会起到多大的遏制作用 中心银行首席经济师廖群表示 第一阶段的协议签署 是大家都做了一点让步 而中方的让步大了一点 因为贸易利差确实太大 削减贸易利差 北京当局原则上是同意的 不过这个临时停火协议 想维持长期停战远远不够 中方还要做更多的让步 不过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中之间虽然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 但双方还会继续打 科技战金融战甚至汇率战 美其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共同创办人杨思安认为 美中之间还没有进入贸易关系的 真正战场 他指出 双方真正的紧张所在 或者说真正的大戏开始 是由科技战走向更深更广 也就是美中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 我们之前曾说过 盗窃知识产权 网络黑客等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 这是美方发起关税战的最主要原因 也是双方的根本分歧所在 如果触及到这些 那才是进入谈判的深水区 如果这个骨头要啃不下来的话 那么美中之间的分歧就不可能弥合 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认为 中共有过两次翻盘 已经证明了中共的言而不信 协议签的好坏中共都可能会变 他指出 明年中国经济将全面进入到衰退 在大纪元新唐人举办的 决战2020实施论坛上 他用了12个字来描绘美中经贸谈判 他说对川普来说 不打是打 不罚是罚 对中共来说 赢就是输 他进一步解释 川普采取对华友好的低姿态 不骂不痛打 赢得了国际和美国国内的支持 而中共反复无常钻空子 给川普提供了贸易制裁的正当理由 这就是不打是打 那不罚是罚就是指关税战 给美国的企业发出了一个信号 美中贸易进入到了风险期 抓紧调整进出口策略 而中共赢就是输 则是中共硬抗 表面上不让步实际上输掉了世界工厂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